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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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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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把心安下来 一心一意学习祖师菩萨的智慧 一心一意向法上求法喜 向我们的内心求法喜 可能是我们所处的多变的环境中 能够保持我们身心安乐最好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学习《阿弥陀经要解》和《观经思解书》 这两部祖师大德的论注 可以说是在净土毅历 一千多年在我们中土的发展过程中 是两座闪闪发光的分碑 是两座高分 这两位祖师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思解书》的祖师善导大师 是唐代时期的人了 距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我们学习过的弥陀要解的偶异大师 这个是明末清初的人了 距今有四百二十年了 两位祖师相隔呢 也有将近九百年 但是这些文字啊 我们能够在今年 能够一心一意地去打开金卷 重新来感受这两位祖师 他们文字般若的射手力 他们的大智慧 他们悲悯苍生的这种情怀啊 我们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 接受这样的文字 接受这样的文字 这样文字智慧的洗礼啊 对我们的内心啊 这可以说是一次甘露灌顶的过程 通过在过去这一年半 现在我们学习阿弥陀金要解 我们可能会深切地感受到 欧义大师在谈这些净土意理方面呢 是非常的透彻 非常的圆融 整个要解我们看 从头至尾 可以说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 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都是斩金结切毫不迂回 这是在意理上 那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思写书呢 它主要的侧重是在事项上面 事项上面也就是告诉我们 意理的透彻和圆融啊 必须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读思写书 你会发现 可能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非常朴实的 非常恳切的 语句又透合着 善导大师他自己修学历程的一种生活气息 他是完完全全 与我们的生活相呼应的 我们谈意理上的圆融 这些都是从理上 但是在思想上 在语言上 在我们的念头上 在我们的行为上 怎样去落实 这是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思写书 去发掘的 那这也就是我们 那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在学习 弥陀要解 结书以后啊 特别开始学习 四且书的原因 这也是 英光大师一直所说 说善导大师的四且书啊 从来不谈玄书庙 那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平实 每一个字 它的目标都是为了接引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那这可以说是佛开出的药方啊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善导大师又帮他本土化啊 把这个药方呢 在留给我们一千三百多年之后的这些众生来服务 所以他的字字句句 我们都是与我们当下的信念和言行相应的 那么学习思写书 那我们这个这是善导大师对于我们这个修学净土的统修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但是如果说大家在看这个四且书的这本著作啊 你看到善导大师用的是吉祭两个字 都没有用住 吉是什么意思啊 吉就是收吉的意思 收吉了佛菩萨的智慧 收吉了佛菩萨的言行 祭了 只是帮他记录下来 这也是这个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我们佛法修学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历代祖师所秉持的一种态度啊 就是 恕而不做的态度 那 直是祭述佛菩萨以及以前这些祖师大德的言行 自己呢 再不标心立意 不标心立意 不别出心裁 更不会这种 欲不见人死不休 说一些这些 贵力乱神的 这些 蛊惑众生 正见的 这些言辞 他都是 非常谦卑的 善导大师用吉祭就告诉我们 他文字里面 没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 他完完全全 是在述说佛菩萨的奔回 述说良土适中的奔回 希望他的述说 他的记录 能够流传到 今天流传给末世的众生 所以这个关键四写说 我们看成书以后 他叫佛书观无量寿经书 这是最初的全称 如果简称的话 就叫观无量寿佛经书 或者叫观经书 由于这部书里面 是一共有四个部分所组成的 是玄义翻 虚风义 定善义 和散善义 这四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般会把它叫 观经思且书 或者叫思且书 那么玄义翻所讲的内容啊 就是这部经的精华 这部经的概要 和一般千腿大师 这些大师所立的 这种五重玄义的叛教 有点相似 虚风义 我们知道佛经一般都有虚风 虚风呢 有通虚 有别虚 通虚里面就告诉我们 这部经他所说呢 是阿赖通哲所签门的 让我们产生信心 有佛在场 还有些什么菩萨在场 什么这个罗汉在场 以及讲经的场所 就是告诉我们 有信 文 词 诅 诅 这种六个元素 告诉我们 这部经他的真实性 这是通虚 别虚呢 就是谈这部经的发起因缘 那么这部经的发起因缘 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啊 是 拼佛苏罗王的王宫里面的一次功前政变所引起的 那但是在这个政治事件的背后呢 善导大师会分析他背后的法义是什么 这是虚风义的内容 那么定善 定善是当政变发生以后 拼佛苏罗王的皇后啊 伯太夫人 和其西夫人 向佛请教 要求生净土 离开这个苦难的缩活世界的方法 所以她请佛修观的方法 那么定善就是前面十三观 十三观的内容 这些全部都是修定的科目了 那么后面的散善呢 自除十三观以外 佛在无问自说的情形下 就是像这个佛对着伟提西夫人呢 把这个前面十三观的内容讲完以后 看看伟提西夫人的脸 其实发现这个似懂非懂 这个就像我们有时候听到比较蓝的经意的时候呢 大家的表情都基本是一致的慢慢动动 然后佛提西夫人自己啊 也感觉到以他的根基前面这些定善 修定而得清净意 这个善并不一定是世间的善 这个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求世间的善 求生净土的善 通过修止观修静 得清净意 得生净土的方法 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所以这次基础上 释迦师中以慈悲心 以慈悲力特别宣说最后的三福九品的内容 这些是后面三观的内容 叫散善 一般反复修定啊 以我们的根基很难做得到 但是呢 通过持明念佛 通过其他各种善业 通过修静业三福 发愿求生净土 依旧是能够得得到的 那么这部书呢 又叫凯定书 凯定书 这个凯定书 大家 之所以看凯定书 这是善导大师在 这部书完成以后 在后面的 法文里面 他自己说出 要凯定古今 凯是凯模的意思 凯是法式的意思 典范的意思 对我们说是建立一个model 那么建立这样一个法式 这样一个典范 或者是划定这样一些规范 这是让后世去效法的意思 那这里说凯定 就是说 就是说告诉我们 净土的义礼 从善导大师开始 就有了一个可以足以效法 足以作为我们所依据的一些 瞧瞧晃晃晃晃 那么这样的肯定 古今是建立在那个时代 大家对于这部《观无量寿经》的喜欢和热衷上面 这部《观无量寿经》 这部《观无量寿经》翻译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随代的智者大师 以及晋影会员大师 还有家祥吉障大师 这是号称是随代三大师 三位都是国师级祖师级的人物 那智者大师我们都知道 晋台宗的极大乘者 晋影会员大师呢 是地论宗的极大乘者 家祥大师呢 是三论宗的极大乘者 那么他们三位都有注解《观无量寿经》 但是呢 他们各自注解《观无量寿经》 都是站在自己本宗的立场上 或者说我们说是站在通途佛法的立场上 乃全师这部《观无量寿经》 结果呢 是与施迦士宗本来的义序 或者说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义序 有出入 有差别 甚至有些会直接说 住的可能会有错误 那么如果说这样增值下去啊 会引起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佛罗大众 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对净土法门产生极大的误会 甚至如果说是按这三位大师的注解 往生的强劫是非常高的 那么有些所指 被业也是很难往生的 必须要消灭往生 还有些所指实念参名 则是中一个别时远因 所以这一直这样就是 阿弥陀佛区的话 善导大师担心嘛 对于我们净土的弘扬 以及日后啊 净土信愿的借力啊 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起义 那所以他在做观经书的时候 做事解书的时候 他有请佛菩萨来协助 完成之后 再次请佛菩萨来印证 所以有各种瑞相的出现 最后他才非常自信地说 观经书里边的每一个字 都已经请圣人印定过了 那此意已请正定境 每一个字都已经请佛菩萨印证过了 不得有一个字的加减 大家在读诵的时候啊 在传播的时候啊 把诗解书要像佛经一样看待 所以善道大师提出这个 《凯定古经》 就是说净土的异理 也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啊 就画了一些红线 那这哪些桥桥框 必须按照这个去解释 从今以后呢 净土的异理就依这个模式 要传播下去 再不要有太多的起义 这是善道大师对于净土宗 对于净土法门来说 一个极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阴光大师啊 在整理啊啊 教对这个四切书 还毕以后 特别说这个善道大师的四切书啊 是净业贤者的子男人啊 就是说 这四切书里边的人字啊 他都是充满着智慧 充满着悲愿的 而净光大师也一直强调啊 说善道大师以他的神通道理啊 以他的智慧得恨啊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说善道大师一生的修学啊 他非常的刻苦啊 非常的用功 但是如果说我们打开四切书 看他不仅仅是行持上面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他在净土法门的毅力上面 这种把握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那所以为什么能够开定古今啊 能够作为我们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啊 能够作为净土毅力的极大成者 善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他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今天来先看一下 这部《观无量寿经》的缘起 然后我们再来看《观无量寿经》它的翻译 第三个我们来看《观无量寿经》这部经的传承 那第四个我们来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善道大师 最后我们再来看《观无量寿经》这部书的缘起 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部《观无量寿经》的缘起 这部经我们看从经文的一开始 所描述的就是一部《功勤政变》 是在摩羯陀国的王太子阿舍士太子 发动《功勤政变》把国王他的父亲 平坡苏罗王丘禁起来了 丘禁起来他没有动手杀掉他 所以他也不想落一个杀父亭的罪名了 是准备把他关起来要饿死他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去深究阿舍士王子 发动《功勤政变》的原因 其实是和佛的死对头啊 齐普达多有原因 齐普达多我们都知道 他本身都是释迦族 出身很高贵 长相也是非常的庄严 佛有三十二相 齐普达多有三十相 他是佛的叔父 佛的父亲是晋范王 他的叔父是胡范王 胡范王的孩子 所以他和我们释迦世宗呢 是唐兄弟 又是阿难宗哲的亲哥哥 和阿难是包兄弟 所以这样一种关系呢 他在佛成道以后 回加毕罗魏国 看望父亲的时候啊 他跟其他的六位王子一起出家了 所以那个实在 实际上只有七位王子出家了 出家以后呢 齐普达多最初也是很用功 非常精进 经过十二年的修学 但是呢 他连个出国都没有振到 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些佛的十大弟子里面 这些像舍利弗啊 穆建连啊 大家舍啊 这些有些是亲佛 讲经讲一次 就正阿罗汉国 有些是七千之类 就正阿罗汉国 那这些善根智慧 都非常了不起 但是齐普达多 他本身是释迦族出生 这种差地利的种族啊 他本身还是有着他这种皇家宗室的这种优越感 经过十二年的科普修学 他连个出国都没有更大呢 他渐渐的心里边有了退短之心 并且呢 渐渐的生起了恶意 那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可能 在佛法修学中比较常见的现象 就是经过十年八年 经过十多二十年的修学 如果说在佛法中 在法上面入不进去 得不到法喜的话呢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见走偏锋 很容易放异 退转 懈怠 那么齐普达多在这个时候遇到的前行呢 基本就是这样 他开始呢 对这些明文立养 非常的好样 当他看到拼破苏罗 供养佛陀都是这种供养 非常的丰厚啊 那各种各样上好的珍修美味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 金银珠宝等等啊 我们看到在齐元经史里面 这种既孤独长者供养佛陀 佛陀所住的这个奴房 那时候已经有的 那种都是整个都是用战台墓所雕成的 他内心里面就感觉渐渐的就有点 由羡慕了就开始嫉妒 嗯 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啊 那是佛的好兄弟 那就在私下以及在公开场合啊 就像佛陀就表明他想领导生团 并且他说呢 佛您老人家呢 嗯 年纪也大了 那讲官无聊手间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来 嗯 佛那个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他说您老人家年纪也大了 应该要退位了 这个我来继承佛位 让我来做心佛 嗯 佛陀在大众面前呵斥他 他说在座的这些大阿罗汉这么多 上手弟子啊 大家舍啊 舍利伯啊 穆金莲等等 四国阿罗汉都没有提这样的要求 你连个出国都没有正德 你平时会要的领导生团 那么佛陀呵斥他以后 他不但没有悔改啊 反而呢 是记恨在心 记恨在心 他就想着啊 既然 三团里面是这副样子 那么我要离开三团 自立为王 所以在他的号召之下 有五百地球跟着他离开 那我们看到他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 那么有了这五百人呢 当然了 你光带着五百人 他也要有他非常明确的主题思想啊 修学的方向啊 所以他在修学过程中呢 佛陀要求的所做的戒律行使各种威仪啊 在他带着这些僧众离开的时候呢 他会比佛陀要求还严格 这是我们知道这很多这些这个邪师啊 他一般很多都是这种这种样子 以这样的模样出现 佛陀要求行中道 他会做得很偏执 那么他为了得到更多的供养呢 他就去找平波索罗王的太子 就是阿舍士太子 他和阿舍士太子先交朋友 当然交朋友之前也有资本啊 他就去找一个修学波罗门教的 叫实力加设 找他学神通 那我们知道一般 你要是有点这个小神通呢 有这些变化出这样的形象呢 这样一般是最容易迷惑人 所以他这个神通学得到以后呢 甚至到高利谦去采了高利谦 这些天主的这些花草啊 来给阿舍士太子 赢得他的欢心 慢慢慢慢的呢 赢得了阿舍士太子的信任 那么阿舍士太子呢 也开始供养他 因为他也有五百人跟着他了 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 他就开始强迫离间了 那他说这个你的父亲已经老了 佛陀也老了 这两位老人家呢 我们眼看着已经是一千不如一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我们这些这一代年轻人起来 取而代之的时候 他说你可以先去取代你的父王 然后呢 我再去取代史加伯这个老婆子 那么阿舍士王子最初当然是不敢啊 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太子 并且自己的父亲来说 没有任何的过错 为什么要去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增加阿舍士太子他的仇恨 于是呢 他就把宫廷里边 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 就悄悄地提出来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他和拼婆苏罗网他本身啊 他本身啊 他本身年级见大了 他和伟齐西夫人呢 一直没有孩子 于是呢 这个拼婆苏罗网就请这些 就是当时公秦的战师啊 就是战卦的来战 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子女的这样的 这样的命 那么战师战来 战完以后他说这个 正好你确确实实事 也会得到一个太子 但是呢 这个人呢 现在还在山里边修行 是修仙术的 以他修行的福报 他会在皇宫里面投胎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 一般修学未到法 有些他不求处理啊 以他修行的福报 他来生都是大富贵人 那么拼婆苏罗网就问这位战师 是这个人在哪里啊 什么样的形象啊 打听清楚以后呢 就配了他身边的敬畏将军啊 带着人前去山里边 找这位仙人 那么找到以后呢 就劝这位仙人舍命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仙人 以他的修学应该是 三年以后才能到 往宫里面投胎的 但是拼婆苏罗网呢 已经等不及了 那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要赶紧得子女 那得这个太子 那当然这个仙人是不愿意了 他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我要舍命 那在他的拒绝的情形下 拼婆苏罗网受命了 这位将军呢 就把这个仙人杀掉了 杀掉以后呢 依旧寒似他 他投胎确实到了网工 那因为这个伟提西夫人呢 很快就有了生用 那么回上了这个孩子啊 然后拼婆苏罗网就很开心 就请这个战司再来战卦 这个这一次战卦就非常的不好 那这位战士说是他本来 前来投胎的这位仙人 他还有三年寿命 由于你提前结束了他的寿命 他是带着冤恨 带着报复之心离开的 所以你以后这个孩子 会把你杀掉 那我们看这个渊源相报 那么这个拼婆苏罗网和伟提西夫人 亲了以后内心都非常的惊惧 就想着动手把他解决了嘛 这个孩子呢 以后出来真的是很可怕 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一直密谋等到伟提西夫人要生产的时候 让伟提西夫人呢爬到高楼上面 爬到高楼上面呢 就是让这个孩子掉下来 那意思就是要把他摔死 但是呢这个 这个仙人所需的福报很大 他爬到高楼生产的过程呢 他掉地了 掉了地上呢 但他来摔死 那只是把一个小石头折断了 那么拼婆苏罗网和伟提西夫人看到 这个孩子其实面挺大的 那既然这种情形下都摔不死的话 就说明他的福报真的很大 那么就接受他吧 接受他拼婆苏网呢 由于在没有出生之前呢 已经和他接了冤仇了 所以起个名字叫阿舍氏 叫未生冤 那还没有出生 就已经是种下了冤恨的种子了 这样渐渐地在徒养这个太子成长的过程中呢 大家也都癫癫把这件事情也忘掉了 那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呢 也都被拼婆苏罗网 都从宫里面遣散出去了 甚至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印度有大大小小石榴国家了 把他送到其他地方去 就是宫廷里面 到阿舍氏太子长大的时候呢 再没有任何人知道阿舍氏太子他的身世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被齐普达多这样说出来 然后呢 你看 自扔阿舍氏太子的手 你看 你知道你为什么小母子断掉了吧 你现在知道 你的爸爸你的妈妈 从里面没有爱过你 对不对 所以在你还没出生前 地下把你弄死 那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阿舍氏太子的那种 心中的怒火啊 敲起来了 那敲起来以后呢 他就发动了贡献争变 把自己的父亲就抓起来了 装起来 就囚禁在一个七层的这种石室里面 把父亲关在里面 就准备让父亲在里面自生自灭 饿死他 那么其他的人呢 他也都不允许他前去 那自允许他的母亲 为其妻夫人呢 到他那边去探望他 平波索罗王呢 其实 他作为佛陀的大护法 作为一位很不错的国王 那他知道从有这么一切 所以呢 在他心里面 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他还是觉得很坦然 所以被关了就被关了呗 又是自己的儿子 曾经曾经做过这么一件对他 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么当这些为其妻夫人 来探望他的时候 就会偷偷的带一些吃的东西 在阴罗里面装一些灯蜜 给他 能够让他能够设身 能够重活下来 那么他每天呢 也对着灵旧山的方向 像佛陀礼背 那么佛也知道他的心意 就配了穆建林 过来给他每天受八关在戒 请妇卢纳每天来为他修法 那就这样一直过了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之后啊 二十世王子想着 这个时候这老夫子应该饿死了吧 结果去问这些侍卫 得知这个他的老父亲不但买死 减肥很成功 精神很愉悦 因为每天 还有人为他受八关在戒 有人为他修法 过得非常自容 这个一下子他就又生气 说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侍卫告诉他 说这些是国太夫人来过 那你的母亲每天来探望他 偷偷带吃的给他 然后呢 说佛陀弟子来过 他就说这个佛陀的这些弟子啊 他很生气啊 这佛陀的弟子啊 是妖魔鬼鬼啊 说自己的母亲是贼啊 所以把这么一个恶王 竟然呢 让他活着 还为他说法 所以呢 他当时路从展边上 准备把他的母亲要杀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月光和齐婆 月光是一位大臣 齐婆呢 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 这是一位非常两不齐的佛门居士 特别是齐婆呢 就拿着按着剑 对他说 他说自古以来有这些恶王呢 杀掉自己父亲得王位的 但从来没有人动过他的母亲呢 然后他按着剑 往后面一退一步 那意思就是告诉他 你要是敢动母亲的话 那么我今天肯定要跟你决一胜腐了 也不会放过你了 所以这个二十世一看这个形式呢 知道他如果再坚持下去 但是他真的把韦齐夫人要杀掉的话 那会引起重路 那自己兄长要首先跟自己决裂 那么其他的满超文物北官呢 都是不会放过他 那这样呢 他就放过了夫人 但是呢 也是把他抓起来 囚禁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韦齐夫人被囚禁以后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齐普达多照样没闲着 那因为他看这个二十世王子政变成功了 把自己老父亲呢囚禁起来了 母亲也被关起来了 那要顺利的登基了 那么他呢 也是锦罗密鼓地执行自己的撒佛计划 那他在零九山佛陀经过的地方呢 爬到高山上面 那就是因为他身边还有五百比丘啊 一穷人呢 看到佛要经过 托波要经过了 对吧 整个山上山上了 大石头推下去 那准备要把佛砸死了 那结果呢 我们知道佛是有山山有固法 对吧 这个石头要摔出去 那结果凡是有碎石 碎石呢 触到佛的脚趾 出佛身血 那这个我们看到佛经里面记者啊 自有欺负他多做到这一点 出佛身血 那我们一醉啊 那么对佛呢 只是触了一点这个脚趾的血 但是对佛其他啊 没有受到伤害 那然后呢 他一看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那又怂恿 二十世王子 所以找他呢 去找一些中队里面的大像 去把这个佛去踩死 但是像我们知道一般是很温重的 怎么样像发疯呢 灌酒给他 灌酒之后呢 把一群像放在一起 他横冲直创了 也是向着佛 脱钵要回归的地方呢 冲过去 那这个时候佛看这群醉像 恶狠狠地冲过呢 就把手一伸 伸出手啊 以这种慈善更利 自然而然 这种慈悲心的招发了 这个五个手指里面就出现了五头狮子 然后整个出现以后呢 这些醉像呢 然后就规规地就爬到路边 都不动了 所以这一次之后呢 替普丹都知道自己杀佛肯定是杀不到 黑佛也黑不到 阿瑟士王子也是黑不到 最后他想怎么办 向佛求忏悔 真忏悔吗 不是假忏悔 他就泪流满面 向佛去求忏悔 但是忏悔的时候呢 是靠近佛了 以手指甲去抓佛的脚 为什么抓佛的脚呢 是因为他十个手指甲里面 全部涂满了剧毒啊 想插佛的脚 把佛的脚扎破以后呢 让这个毒性发作 把佛毒死 那结果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 突然大地开裂了 其不当多 僧身堕阿比地狱 那所以我们在奇缘经社的周围 看你如果我们去朝圣的时候 看到一个大坑呢 这个都有 玄奘大使都有记者 就是记者是提伯达多 堕地狱处 那这个在我们僧潮里边 早些有两位这样的地球 一位是提伯达多 一位是山形地球 那都是僧身堕地狱 那么阿舍师太子这个政变成功了 那这个关经里边 没讲平伯苏罗王最后怎么样 但是在涅槃经里边 我们看到平伯苏罗王被他饿死了 那就是非常成功地把他的父亲干掉了 那么父亲死了以后呢 又他心里面就已经有点忐忑不安 那在清说提伯达多呢 身身堕入阿比地狱啊 他心里面更加恐惧 那这样在每天生活的恐惧之中 他很愧他的身心啊 就产生了极大的疾病 那红身就可以是生恶疮啊 臭回来呢 那是比那个最臭的那个私企还要臭 那身边的人呢 远远看到他都要躲 那但是因为他是国王这个时候啊 身边人又不敢远离他 那所以他就以他国王的权利啊 派人到处去求医梦药 找最好的医生来给他看病 但是呢 试过了所有的方法都不起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又是他的兄长齐婆呢 看到时机成熟啊 去找他 那他说你到了这个地步啊 如果再不找佛求忏悔的话 你肯定来不及了 那本来杀父之罪是忤逆罪啊 你又帮着提伯达多去害佛 所以这一生你的因果绝对是不会放过你啊 那是提伯达多 那天台西雷二世世王子他说 哎呀这个我做了这么大的恶 我向佛去求忏悔 佛会原谅我吗 那提伯就说 佛陀是怨情平等的 在恶的鼓逆众生了 在恶的一禅其众生了 只要有一念的回转之心生气 向佛求忏悔 佛都会接受 那静静的阿世世呢 清静去了 他说那好 那好 那我们去找佛去求忏悔 他说那这样吧 你选一个好日子吧 那我跟你一起去 那启佛一看司机成熟了 就说选什么好日子呢 日日是好日 现在就去 那么这样 那阿世世他就打印了 他说好吧 那我就跟着你去 还是忐忑不安的跟着其佛 到了今世的未别 其实佛早就知道 佛入月爱三昧 入清静月爱三昧 然后就是让阿世世 整个身心沉浸在 像这种月光所洒的一种 清静和柔和里面 然后他人还没有到 今世里边呢 他的病已经好了 那洪生这种恶疮也都自然 自然痊愈了 恶臭罪也不罪了 那所以他一见到佛陀啊 整个都是其类不能自已 跪下求才会 那么当然佛陀非常慈悲 这个原谅了他 那从此以后呢 阿世世给邪归正 那在弘扬佛法方面 推行佛教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我们知道 第一次的精简节级 就是佛涅槃 一百天之后 大家设中者所召集的精简节级 召集五百大阿罗汉的精简 他整个就是在阿世世王子的支持下 在七月库所举办的 这是后来的结果了 那么话又说回来 那么这部《观无量寿经》 是讲述在这个事件的中间 佛陀在皇宫里面所讲 这个时候呢 拼佛苏罗王还没有被饿死 韦提西夫人呢 刚被阿世世王子呢 他关起来了 关起来以后 韦提西夫人 她内心里面是非常痛苦 所以她对着 林九三这个方向 跪背求佛 她这么跪上去以后 头一台啊 释迦失踪已经出现在她的眼前 沐建林和阿难宗者在佛的左右 然后我提西夫人就对佛 她说啊 佛啊 我为什么生了这样一个逆子 您老人家为什么有提佛达多 她这个时候 她心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 一般的女人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心里面充满还是充满怨恨的 但是我造了什么样的意 才会遇到阿世世这样一个孩子 您老人家又怎么会有提佛达多 一直跟着你 就是她 从她的内心里面 她还不想承认 本身是她和佛达多罗所做的事情 张智呢 阿世世太子她的抱负 她推卸责任 所以这一部分责任 还是佛你老人家 你和佛达多的关系 才导致了这样 这么一想 功前真别 当然 佛陀呢 非常慈悦 知道她的心里所想 微微一笑 然后看着她 问她 那么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样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韦提西夫人逼近来说 虽然说她是一个女人生啊 她的所求所想 和贫破苏罗网还不一样 你看从贫破苏罗网被关起来以后啊 求穆建林每天为她受报官再见 附罗罗网 每天为她说法 但是所做的我们看 还是想成行 那就是说她自己想求解脱 但是这个时候 韦提西夫人呢 她看到眼前这种情形 她就想 这个世界太苦了 我即使贵为国太夫人 我贵为皇后 方秦公秦政变以后呢 我依旧是街下丘 所以呢 我不想再来这个世界 我想到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 眼睛所见没有讨厌的人 耳朵所听没有讨厌的声音 我想到一个亲近的佛刹头 你看这个大乘根基和小乘根基 虽然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女性 我及其夫人她所求她是大乘根基 她想求生活进去 那么释迦世宗看这样的情形以后呢 非常的欢喜啊 所以她就放光线锐 光从门间放出去 然后又从头顶回来 然后头顶上面呢 出现一个光幕 很大一个像大屏幕这样 像这个screen一样 然后呢 在这个screen上面呢 出现了十方无量无边 亲近刹头的形象 这个就像放电影一样 展现给魏提西夫人 放完以后 再问魏提西夫人 好了 电影看完了 你想选择哪一个佛的镜头 那所以我们看到 自始至终嘛 释迦世宗 她是给我们每一个众生选择的自由 她没有强迫我们 你必须选这个 我让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她都是劝我们去 她没有命令我们 那么她把这些净土展现以后呢 她请魏提西夫人 你自己选择 你想去哪里 魏提西夫人还真了不起 那她这个时候 虽然抱怨是抱怨 她依旧她选择 要去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要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 她就问用什么样的方法去 让请佛叫我思维 叫我证寿 那思维证寿 因为魏提西夫人想当然的方法 是要修定的 是要修观的 所以呢 释迦世宗为她讲了十六观里面 前面十三观的内容 那么前面十三观讲完以后 看到魏提西夫人四种非懂了 释迦世宗自说后面三副九品的内容 这样的话三副九品的内容 可以说就cover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众生 特别是末化时期的众生 那这部经呢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这十六观呢 是释迦世宗在阿舍世 或者说这个时候 还是天佛苏网的网宫里面所讲 讲完之后呢 那由阿滥宗者到林九三 在复讲给其他的这些大众情 第二边的宣讲 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复讲 大概就是从早期这么开始的 阿滥宗者把佛所说的 一字不露的讲述给在生华里面的这些大众 这个就是《观无量寿火经》的缘起 但是我们看这个缘起来说 基本上可以说是由一场功勤政变 或者说是由齐佛达多这么一个恶人的作祟 表面的一个故事 引出了这样一桩佛说 观极乐世界清净岔土 依报正邦庄严 求生西方的这样一部经典 但是真正的要是从深层次来说 我们看离子远赵律师 他说从经文里边 要是我们细心去阅读 细心去体会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部经呢 是佛特别想说的 韦齐西夫人只是一个住员 齐佛达多也是一个住员 而佛特真正是考虑到末法时期的众生吗 要想得度 要想自己对业求生净土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万难万难 所以他以这样的大悲自信 在经典里面处处流露出来 对末法时期众生的关怀 借这么一个事件说出了 《观无量寿佛经》 那么林志大师呢 他总结了十点 为什么要从深层次的原因 释迦士忠要宣述这部《观无量寿佛经》 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释迦士忠知道 在他涅槃之后 上根立志的众生越来越少 多善根多福德的众生越来越少 善心众生越来越少 恶心恶行之人 自私自利之人会越来越多 那么末法时期的众生 肯定会造作无恶 造作恶业肯定会有恶报 那这些异报会如影随形 所以他一定要宣说这部经典 是为了就把末世受苦众生 让我们能够净溃的脱离苦难 能够处理三界 这是第一个原因 而在看经典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之所以叫末法着实 说明我们都是一让深重的众生 我们都是随意而来到这个世界 到这个星球 都是被业所扶 那被业所绑住又造作心业 无法解脱 所以佛陀要宣说一种 让我们能够快速消业的法门 在《观无聊寿经》里面我们看到 至诚信愿肯切 念佛一生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这也就是历代祖司 为什么一直说念佛方能消苏业 像过往的业障 像过往的业福 什么样的方法最好呢 念佛最好 所以这是释迦世宗宣说 这部《观经》的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既然来到这个过法着实 不仅仅是我们意欲重啊 习气重啊 我们当下的烦恼也重 这些烦恼呢 都体现在我们的念头生气上面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这传 都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我执我爱我见我慢 完完全全都是为我而造业 这种粗重的烦恼啊 我们很难把它断得干干净净啊 而断不干净我们是出不去三界的 出不去这个凡圣同居土的 苏果世界的凡圣同居最难处理 所以呢 世家世宗要宣说这部经典啊 要让我们能够在不断获益的情形下 能够待业恨超 那这可以说是为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啊 开出了一个最大的方便之门 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没有世家世宗所推显的净土门的话 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有谁能够把我们的箭丝盘老断得干干净净 出零三界 那也许有吧 大概就那么几个人 那么第四个原因呢 也是世家世宗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啊 其实福报都是越来越浅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这些资生用具 我有一次去江西上饶的时候 在经过一块龙前的时候 看到那个有一群牛在那边岛前里面吃草啊 那边的草一看都是很干净的 那个水也特别干净 可以说那个水呢都是矿泉水 那个草呢都是organic草 所以我看看这些牛的福报给人可大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所吃的东西 基本都是化学和橙物了 都是各种各样的荣耀啊 各种各样的那些激素在里面的 你很难避开 大家的工业所干 所以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生活环境 我们所承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品质 那我们看看 特别是我们华人都是特别注重教育 那我们又怕我们的孩子都输在起跑线上 然后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背着那么大的书包 开始要学这个本领学那个本领 那怕什么 怕以后竞争力不够啊 所以我们看看真正来说 我们和以前这种古人的生活相比啊 我们的福报真的是减少得太厉害了 人家可以干几天活可以半年的休假 想去哪里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赶一辆马车走到哪里 那就可以睡到哪里 路上也没有什么小偷 也没有什么抢劫之类的 那所以和我们看到这些 现在我们的生活和以前真的是不能比 那以前我们现在谈这个压力 谈这个抑郁 谈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这些以前都从来没清过的 所以呢 佛看到我们这样的福报越来越减少 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 念佛可以增加福报 想佛观佛可以增加福报 这个福报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基础 如果没有福报的话 我们现在都做不到这边来学习了 可能有些人这个在通过直播他也是做不住的 这是要靠福报的 那没有这样的福报他也牵不进去 那么第五个原因呢 是佛为了敏念我们众生了 看到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很容易随习 这个是佛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根性把握的没有丝毫的这种错误 我们常说我们信佛 信佛一年佛在心间 信佛两年佛在大地 信佛三年佛在千边 学佛信佛以后呢 就感觉与佛越来越远 刚开始是那种恭敬啊 那种敬畏之感啊 那种臣服之感啊 那对佛的亲近自感啊 感觉越来越淡保 就是信仰上面越来越淡保 与自己的心性相应 与自己的亲近本性啊 渐行渐远 甚至在修学过程中 就像齐伯达多一样 如果说是在法上感受不到喜悦 学不进去啊 会随邪被证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老子用在其他地方了 不是用在学凶习正法啊 不是用在深入精造 不是用在切实的修学啊 那各种各一样的 微门邪道就出来了 那随着写诗 远离正道 远离正道 离佛越来越远 这样的原因 佛告诉我们啊 我们要一心念佛 只要真正观佛念佛 就能够生住佛家 这是在观经里面的文字 生住佛家就是说 我们就生在清净夜处啊 我们就与佛越来越近 我们绝对不会走偏路啊 我们不会走邪路 我们自己心思 自己也不会动到其他方面去 那这种祝佛家 当然最好就是在佛的净土 千千与佛见面 千千与佛见面 千千凶习正法 千千与这些祝福菩萨 那与这些大菩萨会道友 会亲友啊 修学才会精进 修学呢 才会在正道上越行越上 不是在斜道上走呢 与佛见行见远 那么第六个是 林子大师总结是 讲这部经的原因呢 是让我们能够 远离各种各样的 杂染和执着 这种杂染执着啊 其实来说主要还是 我们本身的善根习气啊 我们本身的杂染意 我们容易与未边的境界相应 那么如果说我们正念不能保持的话 我们是很容易随意而转 那么随夜而转 随环境而转 随习气而转 当然 这是一个漩涡 玄这里面我们就无法处理 而讲观经 观佛念佛 我们就能够做人中的分陀利花 这是观经里面的文字 就是说我们观佛念佛 我们就能够保持正念 所以有些可能有些同修在传修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我们有些传统里面 有些出家增加的同修在坐在那边打坐的时候 他总是会拿一张佛像出来 这是他自己起了杂念以后呢 他来看佛像去观佛 来把自己的杂念的念头堵住 然后让自己正念上就升起来 那么观佛像念佛 就有这样的作用 能够让我们离开杂然和执着 那么从第七个方面 是佛为了让我们心容易得定 这个心容易得定 完全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众生 心杂乱 心散乱 特别是容易受干扰这个原因 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看到 一个手机 一部手机可能把从小孩到大人全军覆没 全部都是一天到晚大家都盯着那个东西 然后呢 跟干的事情都不干 小孩也没办法好好学习 大人也没办法好好工作 非常容易受干扰 所以呢 佛让我们观佛念佛 让我们专心求生西方 也是让我们的杂忍的心啊 杂念的心啊 专一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 也是让我们一直保持正念 这种念和相续 能够时间越久啊 越容易得定 那这个定 在这个时代 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也是有一个词 特别吃香 Mindfulness 这个叫正念的干嘛 正念的走路 正念的吃饭啊 正念的睡觉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这个词出现以后 特别是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正规的媒体上面 都打肆宣传这些时候 我们就感觉很吃惊 这说明我们现在大家都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吃饭都不老实了 睡觉也不老实了 跟人谈话也是三心二意了 星夜越来越难集中做一件事情 那这个我们可以每个人 我们自己可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 你看你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 你在做一个project 或者是跟人谈话 或者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 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我们看到寺院里面 童林里面 为什么要过堂呢 吃饭的时候 你过堂的时候 你不可能边吃饭 边一个手机放在眼前吧 那就是说让你把你的念头放在 关注着你当下的这些吃饭上面 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砸念太多 想得太多 思虑太多 肯定失眠嘛 肯定睡不着 你如果说专注下来 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专注在你的睡眠上面 专注在佛号上面 心能够专下来 你的睡眠质量肯定就好了 所以我们几天 你看一般精行念佛三千 甚至一千 一些同学都会讲 多年的这些睡眠治好了 不用吃药 就是因为你这个长时间的专注 你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心都太闪 太闪 太杂乱 所以呢 这种定很难得到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越是在卫界的力量越大的时候 卫界的干扰越强的时候 我们的抗干扰能力要越强 抗干扰的能力就是定力 真的要有这种 八分吹不动的这种能力了 不然的话 我们非常容易会为 为罪的这种显言语 为罪的各种信息所干扰 那么第八个 这个你知道这里讲 说是讲观经是让我们 令戒身 戒身就是戒佛身 然后呢 成就念佛三昧 这是通过观一个佛的形象 从苏观啊 或者是从这个日落啊 观日落啊 到观地啊 到观水啊 然后转成琉璃地啊 等等 这样的观想 这样观想的方式 最最终是要通过表面这些现象 观照阿弥陀佛整个的佛身 从一报观到正报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得念佛三昧 得念佛三昧 那就是得大病啊 得念佛三昧 我们这种叫 叫祝佛现前三昧 叫祝佛现前三昧 得这种大病 我们畅了 直接动一个念头 就能够变 这个我们就能够变古 十方岔土啊 想见什么佛 就能见到什么佛了 那不仅仅是能见阿弥陀佛啊 所以 讲这不经 我们看到 虽然说是我们现在 谈念佛三昧啊 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是一股高难度的成果了 但是呢 这依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因为得念佛三昧 百分百啊 我们是能够得上西方 那么第九个 通过令戒身 戒无量受佛物 就是通过戒化佛身 通过戒依报 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 最终是要让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释迦世中来自我们这个世界映画 是以化身佛的形象出现 这些后才仅仅八十年的时间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往前面推个两三千年 我们想象 释迦世中注释的时候 我们也在 我们能够见到佛 我们能够听佛讲经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 有信仰的众生来说 那感觉真的是无比荣耀 感觉内心里面法洗无量 甚至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有闷到 闷到 在梦里面有佛讲经说法 这样的情景 那闷醒了以后你都感觉到 这种法洗多少天都不散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是通过观佛身 观一报 我们是要见阿弥陀佛的报身 那相对于见化身佛 这样的法洗 这样的庄严 这样的殊胜 那完全是不在同一个水平 那我们所得到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 那见报佛和见化佛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 佛真正要讲这部观经的原因 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快速成佛 这是灵智大师他总结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第十点 要快速成佛 怎样才能做得到 发愿求生净土是一臣一切臣的法门 那只要得生净土以后啊 我们肯定在净土能够快速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净土的环境是不退转的环境 因为净土的环境 我们能够在同居土就能够变上三土 我们能够在见佛的化身 同时我们也能见佛的报身 圆界三身的法身 我们也能够时时刻刻清智道 在那样一个殊胜的环境里面修学 每个众生都是一生成就 最终都能一生不住 都能够成就佛道 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极乐世界我们有百分百的把握成佛 我们在所有世界呢 可能百分之零点零一都不到 或者不晓得这个零前面有多少个小数点了 我们都说不清楚 在这个世界要成佛太难太难了 所以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看 除了这一次的功勤政变以为 其实佛以他的慈悲心 慈悲愿 完全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考虑 要讲这部《观无量寿经》 好 我们这里看这个第二个部分 《观无量寿经》的翻译 《周五经》的翻译是刘宋时期的江梁夜社宗哲 首先我们看这个刘宋 刘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晋以后 所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叫刘宋 那么为了区别唐以后赵匡应所建立的赵宋 所以历史学家给他起个名字叫刘宋 是因为他是公元420年 东晋的大将军刘宇 被迫 这是迫使 不是被迫 迫使 当时东晋的最后一位皇帝 叫晋公记 司马德文让位给他 他来做皇帝 然后呢 建立宋 之所以叫宋呢 是因为当时他所分 他的分地叫宋谷 所以呢 叫刘宋 一共呢 传了九个皇帝 传了九个皇帝 在公元479年的时候 420建立到479年 前后五十九年 他的大将军叫肖道成 又胁迫当时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 叫宋宋记 叫刘宋让位 然后呢 建立了南齐 齐国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 南方有宋齐梁臣四个朝代 这短的意思 其实我们有些同学 你要往前面看 很有意思 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就像宋扯轮一样 你做皇帝 我看着不顺眼 我掌兵权 然后呢 我那些朋友让位 然后呢 容到下一个呢 然后 一直这样重复重复重复 重复 基本上 是从这个三国时期就开始 三国时期 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曹操这个基本上一统天下 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称帝啊 他称帝虽然说没有什么作用 他还是写天使一令祝侯啊 然后拿他做北社 但是到了他的儿子 到他儿子曹辟的时候 曹辟就是那位逼着自己的弟弟曹职写七不思的 那主都燃斗七都在腐中七 盟是同登生 相加和佩其 他戒力 他逼着这个汉献帝让位 然后呢 戒力了卫国 自所以叫卫呢 是因为曹操的封帝在卫帝 所以呢 叫卫国 那么到后来呢 曹家的最后一代皇帝 我们知道曹家到曹辟以后 执政的长兵权都是司马家族 司马义 司马昭 司马炎 司马昭之先路人皆知 大家都知道他想到皇帝 当然司马昭最后还是没干 就是他的儿子司马炎 最后有帮曹家的 曹家最后有一个皇帝叫曹焕 逼着他绕位 然后司马炎到皇帝 那么他到了皇帝 建都当时是建立叫晋朝 晋朝叫西晋 那个时候是建都在长安的 前后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后来由于他们宗族里边的八王之乱 司马家族他们内讧 再加上北方这些少数民族 五不乱化时期 所以整个晋世就蓝切了 蓝切渡过长江 渡过长江以后到了南京 然后在南京开始建国 就叫东晋 我们知道东晋我们就很熟悉了 慧远大师所生活的时代 那么到东晋以后 最后他这个东晋时间还算比较长的 前后有超过一本年的时间 但是这个一本年之间 他的势力范围很小 因为北方全部都是少数民族 天天在唤皇帝 我们看到那个时期 这种府情啊 姚情啊 这些北方少数民族 一代一代的不断地在打架 到后来就开始就是北位啊 这个西北东位啊 然后的北齐到北州 那么相对这个时代 在司马家族最后呢 又是这位刘玉 就是刘玉做大教征的时候 逼着司马家族让位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他后来 这个宋齐良臣这个齐 齐代的皇帝呢 他也是比后面逼得慌啊 后面大家就逼着让位 一直都凉在着 到最后就是成朝啊 成八戒时代 那么这个整个的 南朝的混乱结束 北朝的混乱结束以后 到了随代时候 到了大统一的时期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为什么大家其实都是比较 崇尚统一的 是因为在封裂之后 战乱太多了 到统一之后 你看到隋朝非常短暂 三十八年的时间 再进入唐朝以后 有两百八十九年的时间了 然后进入顺朝以后 有三百二十年的时间了 这是大统一的时期 那老百姓的生活相对来说 就安稳得多了 如果说是在封治的时候 千千都是每个都想当王帝 每个都想做王 所以老百姓的日子 就过得真是非常的悲催 但是在这个时期 虽然说是天下比较红乱的时候 刘宋时期呢 这个刘裕 他还是非常的崇尚佛教 哪至于后面 这些蓝旗 这个肖道臣所建立的蓝旗 到梁朝 梁武帝萧烟 到后面陈朝 陈霸仙 他们几位呢 都非常推崇佛法 所以我们看说 蓝朝四百八十四啊 多少楼台 烟雨中啊 所说的就是这几个朝代 虽然说是比较动乱 但是呢 佛法还是非常显身 在刘裕的儿子 刘裕的儿子叫 圣文帝刘裕龙死期 这位江梁 叶摄宗者 从西域 来到了当时的国都南京 我们知道这个西域那个时候 到南京的距离可不近 经过整个河西走廊 出去以后 还经过沙漠 他也是吃了很多苦 来到这个南京以后呢 宋文帝对他非常礼遇 给他建了非常规模庞大的寺院 也是为他配了很多 这些当时文才修学啊 一流的这些僧众 请他做什么呢 请他来翻译经典 因为这个 江梁叶摄宗者呢 这个他对于小乘的经 弄阿比谈弄 可以背诵 非常熟悉 戒律也非常熟悉 可以说是经历弄三藏全部精通 大小乘活法也非常精通的 这么一位高僧 那么到了南京以后呢 住在中山的道林寺 中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啊 所以以前这个南北朝时期 这个中山都是佛门圣地啊 上面的大大小小的寺院 数不清啊 那么他建筑在这个道林寺的时候 到后面 他后面还有 留宋以后 有起草到梁朝 到这个就是梁武纪的博士啊 知工禅师对他都很赞叹 那因为他整个在南北生活的时间比较久 那么当时这个孙文帝 还有另外一位叫法师 叫僧寒法师 那僧寒法师 这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门高僧呢 他不仅仅是这些精词子集 千文算术非常精通 对佛法各门各派的意义也是非常精通 那么森海法师呢 也请他来翻译经典 于是呢 将来耶稣宗者翻译了两部非常重要的经典 一部是这部《观无量寿经》 另外一部呢 是《要王要上菩萨经》 那这个这两部经典呢 《要王要上经》呢 是转业障的经典 那这个我们有些人觉得业障重啊 这些可以读《要王要上经》 那么另外一部呢 就是谈转业障是转现前的 要最终究竟的解决问题啊 那是要发愿求生净土 所以《观无量寿经》是谈修集净土资粮的经典 那么这两部经翻译出来以后啊 在整个的南北朝啊 南方以及北方流通非常广 这个由于深海法斯做用色 就是深海做比寿 这部这两部经典翻译出来以后呢 深海法斯整个为他用色也用得非常成功 那读起来也拿到上口 那么南北朝对这两部经典的热爱啊 所以以致导致了我们看到后面呢 各宗各派都增向为这两部经典 特别是为《观无量寿佛经》来做注解 那么将来一个社总者呢 也是走到哪里都被人所欢迎 甚至呢有各地的这些地方官吏啊 那地方的大户法居士呢都请他去弘法 所以先后呢也到过浙江的惠基山 就是王熙之写那个南清旭的地方 也到过四川去弘法 最后呢原记在江陵 江陵就是今天的靖州啊 天理江陵一环在湖北靖州原记 虽然说这个江陵一是中者啊 他在我们这个汉地的活动 就是在那个时代相对来说 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一带 南方一带 但是呢他所翻译的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呢 却远远地传播到了非常广袤的北方地区 那么我们要知道 那个时代的经典传播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仅经典从泛文要翻译成华文 前后要经过那么完整和复杂的程序啊 经典翻译出来以后 你要流通经典的话 都是用手操的 毛笔操的 那个时候纸张还没发明啊 印杀树还没发明出来啊 大量的都是抄在这些卷上面了啊 所以呢这个把纸张有少量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在南方和北方 就是那个时代南朝和北朝能够大量的流通观无量寿佛经 我们想想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这部经典呢 在传到北方的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 那就是菩提流之三藏呢 这就是我们要谈到这部经的传承了 菩提流之三藏呢 他也是印度人啊 北印度 从早期他所翻译的经典 主要是瑜伽为氏 这些派系方面 他有翻译弥勒托萨索问经啊 有翻译保际经浪啊 还有翻译访华经浪 大量的弄筑 前后有翻译三十多部经浪 他在北方当时呢 北朝地区啊 这个是北魏时期 北魏时期我们知道 这是显卑族所建立的政权 最初是国都在今天的三西的大同 所以呢 那边有早永岗十枯 那么后来他要自己要实行汉化 迁都迁到洛阳 那么菩提流之呢 到了洛阳以后呢 北魏时期 那时候叫宣武帝 对他也非常领域 让他集合了 当时从西域和古代印度 来的七百多 这些魏国的僧人呢 这些那个时期都 我们本身我们华人 我们汉人 翻译经典的料料无籍 都是从西域印度来的 那有七百多人把它集合起来 把它集中在洛阳的永宁寺翻译经典 那么其中我们知道 菩提流之三章 既有翻译 世青菩萨 或者叫千青菩萨 所作的往生论 或者叫无量寿经 这部论处呢 我们曾经学习过 这是千青菩萨的晚年 根据无量寿经 所作有二十四世纪诵 并且呢 他自己有祝节 有堂皇的宋恩 那么他翻译出来 但是从他自己本身的修学来说 这位菩提流之三章呢 他又一心发愿求生净土 这是在瑜伽维世学 会比较少见的 一般修学维世的 都是发愿求生 弥勒菩萨的都是内愿的 但是这位宗者 他是发愿求生净土 那么他在洛阳的时候 有一次呢 这是因缘际会啊 在路上碰到了谭伦大师 谭伦大师这个时候啊 是从南方刚过来的 因为他是三西太原一代的人啊 他本身早期是学习这些四中学会的 那就是三中之谭 再加上大志都弄 所研习的呢 都是能术谱上的波罗信空思想 到了后来开始筑解大吉经 筑解的过程中生病了 然后他就感觉到生命很无常啊 所以呢先要去把身体搞好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呢 就是想先要去修仙 搞个长生不老 然后呢再来筑解经典 那么他到了当时南方的聚荣山 那就是今天南京的聚荣县 那时候桃红井啊 大道是桃红井住在那边 两个人相见呢也是非常的投远 桃红井呢给了他十卷的仙经 告诉他修仙悄气的方法 他学得非常开心 然后从南方回来的过程中 还被这些在江边啊 被这些梁武帝的这些守卫啊 这些士兵抓到 因为那时候南北是对质的 把他到戒戒抓到 那当时梁武帝呢 还有请他去说访 这个说访之后呢 梁武帝对他非常佩服 宗他叫神乱了 那么到了这个百卫时期 他过河以后呢碰到这个普吉留志三藏 就是两个人相见 也是感觉氛围亲热 他就问普吉留志三藏 在佛法里边怎么样才能得到长生不老 我们看到祖师有时候也是挺有趣的 那么普吉留志三藏看到这个情形以后 他说你即使得个长生不老 终究还是会死 真正的方法是要处理三界的 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时代 印度文化它对于宗教的推崇 对于灵性的修学来说 它是高于我们中华文化的 所以他还用一些不屑的口气 他说你们中土还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吗 所以他说你要真正要想处理生死 得到永恒的不生封灭 用中叶盘的话 我有大先方给你 那么普吉留志三藏 本他就是从南边南朝流传到北边的这部官无量寿箭 那你看这个整个这种路上的奇遇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谭伦大师得到这部官无量寿箭以后 然后仔细一看 像得到了珍宝一样 非常的欢喜 当下就把这个十卷千金辅置一句 烧掉了 然后呢一心一意 根据《观经》里面所说观想的方法修学 很快得到念佛三美 那所以谭伦大师他后来回到玄宗寺 山西的玄宗寺 整个在那边修学 往生的瑞相也是非常的显著 他根据《观经》里面所提出的很多 净土的基本思想理论 对于我们今前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像这种二道二历说 像在所有世界要成佛要得不退转 拦入登切 像这个十叶称明肯定能往生 还有像往略相入 这种方法 像那个渡身无定 这些他基本的思想 是我们净土修学和波罗中观思想 一个非常强调的融合 谭伦大师往生以后 到了盗处大师时期 盗处大师这是北方四期 他也是五台三周围的人 那百七四期 一直到了其以后 到北周到隋到唐 前后经历了四个障碍 来知道后来 陶太宗里世民对他都非常的恭敬 到三西去熊游的时候 特别去盗处大师所住的玄宗寺去供养 那么他本身最初是修学涅槃学的 前后讲涅槃有讲二十多次 那么听到 谭伦大师这样不可思议的各种各样的瑞相 和他的学学过程以后呢 特别跑去玄宗寺去参学 在那个时候 谭伦大师已经往生了 但是他看到个谭伦大师 那些悲文上面的悲戒 尤其是看到谭伦大师往生的瑞相 是龙树菩萨 现前告诉他往生的日子 非常的羡慕 所以呢他就觉得 以谭伦大师四弄祖师的智慧啊 都放弃了四弄的修学 一心修学进土 然后自己思冲啊 以我的能力 我怎么能够跟谭伦大师比啊 所以呢他当下就放下了涅槃的修学 一心一意 专修完古良寿经 这个古代的祖师很有意思 尤其有些我们看净土的祖师了 这个道处大师 虽然说在修学上面 我们看他的著作有安乐集 广影各种大成金弄有五十六部之多 这个这个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他能够搜罗到 那么多的大成金点 并且能够把里面的精华都能够结出来 但是从他自己的修学上面 他写《安乐集》主要是劝大家 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 以及净土在洪传过程中 各种各配对净土的误会 它可以辨证 但他自己一生只讲一部经 就讲这部《观无量寿经》 前后讲了两百次 讲到八十岁的时候呢 善导大师 清道道绰大师在玄宗寺讲经 这整个太原地区 三西地区 五十三周围影响非常大 所以他特别从长安到玄宗寺去参许 这个时候 道绰大师八十岁 讲了两百多遍的《观无量寿经》 千千讲 那就是说 观今他已经倒背如流 俗念语心所有的奥义 所有这些深邃的毅力 全部对于善导大师的请他相守 那所以善导大师 从玄宗寺归来以后啊 也是如活至宝 然后就一心一意 根据《观经》去修学 离开玄宗寺以后 他到了长安城 我们看善导大师 到了长安城以后去弘法 因为这个时候啊 长安是国都 已经到了佛法最显盛的时候 到了唐代 那么各宗各派在这个时候 也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修学体系 善导大师 建立了千才宗的修学体系 要稍微早一点 随便就建立了 紧接着就是三路极藏大师 还有后面我们看到禅宗啊 有风来南禅和北禅啊 后面还有华元宗啊 还有律宗啊 都是在这个时代 先先后后建立了自己的修学体系 那么善导大师 到了长安的时候 是佛法在我们中古传播的 黄金时期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应该知道 大唐那个时代 和东罗马时代啊 那是并列的世界两大忌国 世界最强的两大忌国 生活非常的附属啊 唐代那时候长安城市 实际上最大的城市啊 那朱雀大街 按今天的这个size 这个尺寸去算 16辆车可以变形 那你可以想它的马路有多宽 你也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 路上的车辆有多拥挤 所以我们说这个车水马龙啊 这个成语 不要说我们现在是车水马龙 古代也是 古代也会撞车 善导大师生活在那个时代 但是他能够在长安城里边 把净土法门弘扬开来 我们现在想想 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从善导大师他的修学来说 他最初他也是学三龙的 学波罗星空思想 但是到了他的时代啊 翻译的经典越来越多 宗派呢 宗派呢 我们看到也是宗派灵力 各种思想体系 都已经是完整的建立 所以他就有了想法 这么多的经典 这么多的派系 到底我该选择 到底我该选择什么样的法门修学 所以他是默默在 藏经楼里面祈祷 面对这么多的经典 到底我应该修什么 所以他随手 竟然连出的是观无量寿佛街 那么他看到以后也是如获至宝 马上就带着观无量寿佛街 去中南山修学 中南山我们知道 离长安城很近 黑车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历史上我们说 阑三阑三 就说的是中南山 道玄律师啊 这个金银寺的华颜庄的祖司啊 这些大器材 都是围绕在中南山所建立 那么他也在中南山 完成了十六关的修学 真正得到念佛三位 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 先去了多年寺去参寻 那当然 慧远大师给他的启迪也不少啊 我们知道慧远大师本身 他也是从波罗法门 因为他的老师 当然大师是波罗的先驱转向净土法门 慧远大师一生这种感应四季啊 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善道大师这种触动非常大 到后来和道处大师相遇 那么这道处大师对他请郎相授以后 他回到长安来弘法 那就是得心应首了 所以这种修学上面来说 我们看到 他是先得到念佛三位 然后呢 再去找到处大师去求学去参学的过程中 然后呢 通过道处大师对于观经的讲授啊 道处大师一生的心学的引接 全部都传授给他 这样对于这样一位智者 得三位的这样一位智者 那他亲道处大师讲观经了 那和我们一般 那以我们的有视新人情 那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善道大师在一生 他在弘扬净土的过程中 感应四季啊也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因为曾经都是和 在长安和一个叫金刚法师辩论的时候 都谈到 所以如果说我讲的净土法门是假的话 我就从这个高座上面坠下来 直入地狱 如果说我讲的是真的话 满堂的佛像都能够放光 那结果呢真的是满堂佛像能放光 那各种各样的感应四季 数不胜数 那么从他最终留给我们的 除这部《乌量寿经书》 或者也叫《四且书》以为 还有《网生理寺》 还有《网生理寺》 还有《法事寺》 还有《波州寺》 还有《观念法门》 一共是五部九卷的著作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位实行的圣者了 它也是一位理论建术方面的 非常了不起的高三 那么这部著作在传播过程中 我们看到宋代时期 临之袁赵律师对他非常赞叹 明代时期莲池大师 在书操里面也有提到 善长大师的诗解书 但是到清代以后 慢慢的失传了 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 是由雅伦三局势 从日本再把他请回来 然后由印光大师 注字教队 才有我们今天这部诗解书的本子 所以这部诗解书 我们看流传到今天 特别是经过我们第十三代祖师的降进 一千三百多年之后 我们再来清智 我们再来进入善长大师的智慧海 我们感觉都是因缘不可思议 我们也感觉我们都是大福报之人 在这样一个分杂的时间 还能够再去和一千三百多年前 这位祖师去对话 接受善长大师的甘露观景 希望我们在以后这段学习过程中 也能够得诸佛菩萨赴念 能够让我们圆满 顺利地完成这部诗解书的学习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介绍这些 那么我们明下周的 我们再来介绍 是写出他的著作的音缘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大家一起来回响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相继生土苦 若有借人者 吸发福其心 尽此依报身 同身极乐佛 那妈咪 那妈咪 那妈咪